今天是由柯克來給我們帶來的故事 故事是西域主席科學員的 王毅層價格預測多層全保應用 最後如何被政府移去把種子開發 可非常不激 為什麼 其實我們不一定是會量要感激 喔是喔 是 王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柯克 然後我今天來為大家分享一段失敗的故事 就是我們做了一些數據科學 在房地產上面的研究 然後我們做成了Live Chatbot 然後想說哇 還不錯喔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 嗯嗯嗯嗯嗯嗯 好 我們開始講 首先就是在房地產的價格 會受你的地理因素影響 你在大安區跟你在淡水就是有差 所以我們在做房地產研究的時候 就是要去看一些地理因素這樣子 像例如說你這個地方方不方便 周圍有沒有台大有沒有台科大 然後有沒有公館商圈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做了不少地理相關的研究 總共的我們歸納出了上百個地理特徵 就是有的是距離有的數量 然後包含了那個什麼便箱片啊 燈鎖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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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沒有的 這些特徵 再來就是我有把燈鎖片特別麻煩 因為派箱裡一定不是燈鎖二區了 好 然後呢 接著呢 就是要來跑數據分析 我們跑了一大堆模型 像那個時候很巧的什麼HG Boost啊 什麼微軟的比例啊 有的沒有的 然後跑了一大堆模型 接著 Example之後呢 我們發現 哇 好準確 我們預測房價的確確部 大家可以放了15.6% 還蠻準的是不是啊 接著呢 我們就要把它呢 來做到Lando的下面囉 首先就是呢 就是左邊是Back App 然後我們有一個Track的Model Track就是剛剛用數據等級Track的Model 然後呢 當使用者傳了你的Beach 給GoogleBack的MBI Google那個MBI呢 會看到 就從這個地址找到你的經緯度 找到你周圍所有那些公共設施 剛剛比到什麼學校到路上電有沒有的 然後再把這個地理課真的長給Model 然後變成Model就是會預測好之後呢 把你預測好的價格 可以透過Line的MBI推到Line哪邊這樣子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Gi比較多嗎 首先呢 請輸入然後呢 OK 我剛剛有講到房屋本身的格局影響房價 如果你的房屋越大的話 就是房間數據都會有影響到房價 然後就是我簡單輸入地址 然後呢 輸入房屋的格局 這樣子呢 我們的這個Lineboard 它就給你你這個大概的價格 會是那麼在哪邊的 好 然後呢 大家想要知道自己的房價是什麼嗎 大家想不想要知道我看到 非常多人都拿手提出來了 好 跟大家講一件很抱歉的事情是 其實剛剛那個QR Code是我的個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為什麼我要換我個人 正不放那個Lineboard呢 為什麼呢 不好意思喔 其實台灣人的法律叫做不動產股價師房 你不需要有不動產股價師的這個資格 這個證照 你才能夠呢 去執行這種不動產股價的業務 這樣子 所以像其實我們剛剛Lineboard做了 是不是違法的 好像會被關你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 為什麼我們做到最後失敗了 其實呢 就是大家很多可能要在做一些新專案的時候 要考慮那個什麼法律 再來就是我覺得難過嗎 其實我沒有很難受 現在為什麼 因為呢 其實你Google 10家登錄造假 400萬筆資料 其實10家登錄是有人在造假的 然後我剛剛那些資料型都是從10家登錄來的 所以 我剛剛說MOD可以到97% 可是你是用假的資料來過 初到97% 那是不是對你嘴嘛 這是第一點 好 第二點呢 其實跟那個Lineboard呢 根本沒有串起來 這個是Line後面的自動迴避信息 你不管穿手機之下 他都會跟你說 你搞什麼 所以我們後面其實跟我們沒有串起來 所以也沒辦法很多功夫啦 這樣 所以就覺得還好 那邊再來 我要幫那個什麼TrackBot的群組呢 可能工商一下 就是呢 這個是我們那個TrackBot的開發者社群 大家對於做 兩線機器人缺化身分應用 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不拿有興趣 趕快從Pwapop 趕快加入Line群 等等 那真的是很棒 好 那我們最後放我自己的工商 大家好 我叫柯柯 然後 為什麼要將於 其實我算是一個打發工程師啦 是什麼 哪邊有錢哪邊有趣的東西呢 就去做這樣 所以其實做的還蠻雜分 OK 好 謝謝大家 還有25秒 謝謝大家 大家開手 謝謝大家開手 謝謝大家開手 大家好 我25秒是怎麼比大家 一切剩15秒 好 謝謝謝謝 那你可以測一下 不要忘記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